神秘人血中送炭 我父亲当时说 即便是让他去死 为了我和朱家 他都会给的 更何况 人家只是要一个朱家的女儿 做媳妇 换一个角度来说 能够攀上神秘人 这样的亲家 对于朱家的女儿来说 也是个有福之人哪 他怎么知道一定是女儿 而且大把银子 只换来一个未出世的朱家女儿 这天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啊 是啊 天上怎么会掉馅饼呢 但是 他为什么一定要娶 我的女儿 我到现在 都一直没有搞清楚 我从牢里出来的那天啊 正好是夫人生产的那晚 而夫人恰好 也真生了一个女儿 就是你的母亲 菲儿 她生完菲儿的时候 已经奸奸一息了 我父亲看到了菲儿 就给我说起了 她跟神秘人的约定 夫人听完之后 是强烈地反对 撑着最后一口气 叫我千万地 阻止这件事的发生 祖母为什么会反对 她没有说清楚 就含恨去了 不过 不过 我想来 大概是因为神秘人 比我年纪还大 而 菲儿在十七年后 要嫁给这么一个老头 那谁 会愿意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这样的人呢 所以你让我母亲 躲到了薛家庄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权益之计呀 当天晚上 我们对外就说 夫人生了个死胎 我派人连夜 把你母亲 送到了薛家庄 薛庄主 是我多年的至交好友 也是我的生意伙伴 之后呢 我每年 就以刑商为名 偷偷地去薛家庄 看你的母亲 小九虽然不在府里 也是每年 会偷偷地去看她 本来以为 是天衣无缝的 可是没想到 你母亲十七岁生日那天 这神秘人 还是出现了